做法很簡單 是喔 但是我看到你這個裡面 一些比較特別的調味料 對 我們今天一樣會 主角就是白蝦 是 對 蝦子的部分 其實你要白蝦炒蝦 其實都是OK的 然後我們把它處理一下 把殼給剝掉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殼跟頭都不要浪費 我們會今天比較特別的 是我們會做一個蝦油 是喔 我還以為說 把它變成很像那個什麼 鮮蝦的湯 對 其實它有些會下去熬湯 鮮蝦的小熬湯 我們是今天用它來做蝦油 對 拿來做蝦油 這個都不要浪費 然後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先來處理這個 我們蝦子的部分 我們已經先處理好了 然後我們就 它的殼的部分 我們先來做個蝦油 我們下一點點的油下去 沙拉油 橄欖油 其實都可以 我們就慢慢的煸 把它的香氣 甲殼素的香味 都把它煸在油裡面 這樣會不會油爆 所以你要轉圓一點 有啦 甲殼油鍋蓋更好 嗯 好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取它的蝦油 對不對 對 我們取它的蝦油 那這樣子 香氣除了蝦油之外 這個殼可以去熬湯啊 也可以熬湯 烤過之後去熬湯其實也很好 更香對不對 對 很多的龍蝦湯 其實拿到那麼多龍蝦 其實它是有加一些炒蝦殼 甲殼蝦殼像鼻子狀 然後去熬嘛 對 去熬 然後再把它濾掉之後 對 再一包一包的放冷凍這樣子 好 我們把它開小火慢慢煸它 其實這些蝦殼啦 魚骨頭啦 這些喔 拿來就是做堆肥 也可以喔 真的是非常好的這個肥料 不過一般我們不太會啊 就是可能聽出來 它加一些什麼木屑啦 我們不會處理的人啊 就會把整個環境弄得很臭啊 所以還是要小心 有些人丟到花圃裡面 就生了一大堆餐飲啦 對 沒錯 不是直接丟下去 它也是要去經過一些手法 跟一些手續的 對… 對 好 那我們就慢慢的把它 味道給點出來 真的好香喔 而且我發現油的顏色 變有點黃黃橘橘的 它等一下會變成橘紅色 橘紅色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用這個的蝦油 來做這道菜 好 這個我們就在旁邊 給它小火慢慢煸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剛剛 處理好的蝦子啊 對 我們把頭尾都剝掉之後呢 我們就在中間把它 背上面我們就稍微把它開個背 主要也是要把殘泥給去掉嘛 然後再來就是它在烹調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時間會比較快速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用餐廳 出發餐廳紙呢 把水分都先把它吸乾 之後我們來做一個 醃漬的動作 我們今天一定要 一點點的米酒喔 少許的鹽巴 胡椒粉 一樣 太白粉 好 我們做一個攪拌 好 我們就把它醃漬 主要醃漬 為什麼要醃漬 我們希望在蝦子的部分 外層有一層保護膜 它吃起來也會比較 口感上會比較好 而且吃起來不會那麼的乾彩 對 所以我們很多肉類海鮮 其實我覺得還是需要經過稍微的鹽漬 稍微的鹽漬形成一層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把旁邊備用 好 讓我們回到蝦油 真的顏色變橘了 就開始變成 對… 橘色的 好 讓我們現在就來過濾一下 好 非常珍貴的蝦膏 對 蝦的鮮味跟膏都會在這個油裡面 對 好 我們在旁邊先把它慢慢的滴油 好 接著我們就取一個鍋子 我們加少許的 我這個是蒜香油 蒜香油 它裡面已經有帶蒜味了 通常我們怎麼製作 通常的話我們就一樣沙漬油 就跟做蔥油的概念是一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蒜油呢 因為我今天有用一個蒜片 蒜片 就是炸完蒜片之後剩下的油 所以裡面的油就會有蒜頭的味道 但是要蓋過對不對 對… 因為蒜片很容易… 很容易燙回答 燙回答 我們就把蝦子排排蘸 鍋子不用太熱 不用… 為什麼要排那麼整齊 因為我個人喜歡 它排是整齊一點 好像排一個什麼方正 這個好像很有學問 我心裡想說 使它有什麼特別的風水嗎 為什麼要排成這個樣子 沒有 但做菜看起來比較療癒一點 好 這時候我們就開大火 真的耶 好香喔 那個蒜油的味道 對啊 蒜香味道就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在它的鍋邊旁邊 我們就來爆香今天的乾辣椒 你這泡了什麼東西 我就泡了水了 那為什麼要泡水呢 因為直接… 因為乾辣椒已經是曬乾的嘛 我直接下去燙盤的話 其實它很容易就黑掉 交換 對… 對… 然後它的香味也出不來 所以我的做法的 會稍微泡一下熱水 讓它軟化之後再下去爆香 對… 我們就把它丟一點下來 這樣會很嗆喔 我有戴口罩 好 它就慢慢… 旁邊慢慢的煸就好了 這樣煸的話 其實它就不容易就黑掉 但是又保有乾辣椒的那個香氣 香氣 對 它就慢慢旁邊煸 我覺得有些食物的特性 真的很有意思 你看像乾辣椒跟生辣椒 對 風味就不一樣了 風味差很多 對啊 香菇跟乾香菇 也是不一樣 所以大家都說曬乾之後 有時間醞釀的東西 就味道更好 對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看看 它有煸到金紅 把它翻面 對 就慢慢的把它翻面 真的耶 你剛剛有用太白粉 稍微給它醃漬 我覺得感覺 應該吃起來比較大一大一大 對 對 等一下吃起來的口感很好 而且又不會太老 對 它也很保護膜 而且蝦子經過煎過之後 真的特別的香 好 而且蝦子很快就熟了 對 時間我們需要好 就稍微掌控 這樣這個煸香之後呢 我們把之前炸好的蒜片 給它加進來 然後我們來調味一點點 我們加一點點的黑胡椒 黑胡椒粒 紅椒粉 好 再給它顏色 瞧一瞧 對 給它一點顏色 好 這時候我們把火關下 然後我們乾乾的蝦油 這時候也把它淋下來 哇 好特別喔 這時候蝦油把它淋下來 因為聞到很重的蝦味 對 好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 拌炒的動作 好特別的中蒜蝦 就是深夜時分一個人無聊 就是就可以來炒一個這個 這是客局的深夜食堂 好 然後起鍋之前 我們再補一點點蒜油下去 那為什麼今天的油的量 會比較多 我正要說 感覺好油 不會 其實它 因為我們這邊的油 其實都還好 因為我們是蝦油 其實它的生氣很夠 我們主要這個油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搭配一個麵包 我希望在吃的時候 它可以沾一點這些風味 蝦的味道的油 然後一起來沾麵包一起吃 了解 了解 那真的是一點也不油 因為我們會用麵包把它 對 好 這時候加一點 OK 我們把它關火 OK 起鍋之前呢 我再加一點點的洋香菜 乾燥的洋香菜 只要沒有的話 其實這時候放蔥綠也可以 蔥花也可以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好 這種香氣真的非常有層次 我們有黑胡椒 有乾辣椒 有蒜片 還有剛剛你講的這個什麼 還有蝦油 蝦油 不是 最後那一道叫做什麼 洋香菜 洋香菜 乾燥的洋香菜 對 真的是很有層次的一道蒜蝦 對 好 我們這個蒜片跟蝦油 都把它淋上去 好 最後面 我們再來搭配一個 就我剛才說的 就是麵包的部分 就是吐司麵包 吐司麵包我們就 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們就買市售的那種厚片 厚片吐司 我是用奶油跟蒜頭 然後還有加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原住民的赤蔥 所以一個赤蔥奶油醬 把它塗抹上去 對 然後這個東西也很適合 做好之後直接把它冷凍庫 要吃的時候 就拿出來烤箱 回烤就可以了 所以它搭配蒜蝦 其實也非常的優秀 好 其實我們這樣就完成 今天的料理了 非常可愛 所以這是我們 會請帶來第一道的 這個裝蒜蝦 我們下集一張的 火鍵 我們下集的 火鍵